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从六岁就开始 学了太极拳将近六十年了 老照片是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崔一世 这也是我的老爷 旁边呢是我的母亲崔秀成 存下来的老照片 传统杨氏太极拳一百二十六世 太极呢它是一种内甲卷 它是从河北永年县发展起来的 外边摸着它很柔软 但是里头有一个钢筋一样 好像在里头穿着 它一圈动作都走弧形 护法 它也是弧线 它走弧线 对于你的身体的内部的往外放 往外散 有好处 发力的时候 它就是弧线带直线 从腿开始上来 然后经过腰 腰经过背 背经过肩膀 肩膀手到手指上 尽力要从这儿到前面 突过来 现在太极拳的记忆是推手 它主要是练 棚 驴 挤 按 踩 列 走 靠 这八个方法 这都需要时间 要坚持练习 才能够体会到这个记忆的作用 它是靠知觉 感觉到你那个尽力的来路 和你尽力撤回去以后 它怎么跟上你那来路 太极拳脚就粘连粘合 要用意不用力 你的本力和对方的本力 在比较的时候 正面来的东西 从侧面给你划掉 给你往两边引 柔中以刚 不要先发指人 你要后发指人 那时候像我姥爷是 1945年 就在中山公安教权了 后来呢 八几年的时候 就恢复武术 我母亲又开始在那教 我母亲后来去世以后 我又在那教 这么一半一半传下来 英武教权 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慢越来越平静 太极拳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